你不要再来 不要乱跑啊 小心外面有大黑狼咬你 好 多谢前辈几日收粮 多有打扰 来日有命再报 前辈 得罪 我问你 你居然会破血的 这丫头 破血刀谁教你的 家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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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李正是你什么人啊 是我外祖父 前辈 前辈 我们来这儿没有恶意 你不要伤害阿飞 你们什么人啊 你说李正是你外祖父 那我 我 我是你外祖母啊 呸 你再口出妄言 就算我打不过你 少不得也要领教一二二 我怎么就不是你外祖母了 你说呢 他早在生我二舅的时候 好难缠死了 分明就是胡说八道 占一占我便宜就算了 还一占占两倍人的便宜 好凶啊 后外祖母也是外祖母啊 这女人怕是疯 我的小可爱 外祖母疼你哦 阿飞 我 我什么都没做啊 阿飞 阿飞 我什么都没做 你怎么了阿飞 我什么都没做 姑娘姑娘 先扶她进去吧 这丫头 功夫还凑合 长得嘛 更凑合 可是也不像李箴啊 更不像我 难道 是像她那个亲外祖母 前辈前辈 前辈 阿飞 应该是像她爹吧 倒是也有道理啊 没见过姑爷 改天呀 可以带来让我瞧一瞧 前辈 您怎么称呼呀 叫我断九娘 你是谁啊 你爹娘呢 我叫吴楚楚 我爹娘 都死了 人生不如衣 十有八九 你看我 一个情人都没有了 好不容易有个情人 他总是和我作对 不愧是祖孙俩呀 真是个小冤家 我说的没错吧 你 你回答我呀 你怎么不说话呀 你说话呀你 你说话呀 敢不敢出来跟我比划比划 我保证破了你的刀法 李大哥 李大哥 前辈 我说过我能磕破血刀 告诉我 谁教你练的功 家母 跟着亲娘能练出来什么呀 她怎么舍得好好锻炼你 跟我来 段前辈 九世的破血刀 我有一半使得画虎类权 倘若是丢人现眼 那只能怪我自己学医不经 可不是刀法不好 你这小小年纪怎么这么啰嗦 跟那个李正一样 跟那个李正一样 前辈 得罪了 他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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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了 他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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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 这就是捕风 看明白了吗 看明白了 不过你这破血刀使得 可真不如你的外祖父 你刚刚那步伐是什么呀 浮游布 这浮游布带着破血刀走起来 倒是有点意思 你这根骨练破血刀 确实有点吃力 那也比李盛强 李盛都没捞着 让大当家传刀呢 吃这点没关系 慢慢练呗 那倒也是 以后啊 你要好好练功 我们小时候练内功的时候 一开始第一年几十个师兄弟 头一年 就死了一半 第二年 又死了剩下的一多半 几至三年入门 就剩下五个人 知道为什么吗 我大知道 我师父每个月来给我们传一次功 将一股真气打入我们体内 你不知道那滋味浑身上下 骨头肉皮就像炸了一样 这个时候你就要 你就要忍住痛 强行把内股真气 征服他 三年基础打完就是断底 再过两年 就剩下我跟师兄两个人了 怎么样 以后跟着外祖努炼吧 枯戎手 对啊 你不是说了吗 你不是说了吗 我破血刀使得不如我外祖父 根骨也不好 我破血刀还没练好呢 练什么空手啊 爱练不练 一个绝世高手 却被困在这县衙内给人做小妾 令人唏嘘 前辈 要不 你别在这个鬼地方受气了 跟我回四十八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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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去四十八寨啊 守寡 你终于明白了 我明白什么 天下之大 我为什么定要去四十八寨 江湖之远 你如今归缩在这里 凭什么带我去四十八寨 是啊 凭什么 我这一把刀 谁也打不过 自己想出去都拿 又凭什么带她回四十八寨呢 是 我 就是 你干嘛 马上 阿贝 阿贝 舅姑娘 舅姑娘 前辈 你这是干什么 传他枯荣真气啊 这枯荣真气呢 共有两路 师父那老鬼不肯接传 我这一路是枯飞 宛如裂风扫枯叶 内稀有怒江入海之寿 舅康家的经脉 能不能撑得住了 你学的什么武功 慢点 练的什么刀枪剑技 走的什么天地乾坤 你 你们这些名门正派 衣服 只会教弟子 练武功是为了强身健体 武学一道 不就是为了制止死地 而后生吗 少了这个精气神 那和那些卖一耍把似的 有什么区别 你回答我呀 你又不回答我 前辈 阿飞 阿飞怎么说 也是李大侠的外孙女 也是你的晚辈 你真的这么忍心对她吗 我求你救救她 说得也对 那我也救不了她 枯容真气已经打入她体内 拔是拔不出来了 就干她自己 她要真是李家的血脉 就不应该这点苦都吃不了 倘若真这么废物 死在我的手上 也别死在外人手里抢了 阿飞 你醒了 我的内力怎么半分都没有了 我暂时封住了你的两股内力 感觉怎么样 暂时 对呀 只是暂时 等你休养两天 我就废了你的那一瓶 你就可以顺利地 投入我的门下了 吉时说要投入你的门下了 枯容守毒不天下 投入我门下有什么不好啊 再说你现在这个样子 倒若不破旧立新的话 你就活不了了 活手算什么东西 给我难道提鞋都不配 你家的东西我不要 你再说一遍 我再说十遍又怎样 好 夫人 夫人 公子还在屋里等着您呢 快去吧 阿飞姑娘放心吧 她听了那句话 一时半会儿不会来闹的 宋大娘 你说的公子是谁啊 就是段夫人姐姐之子 也就是这府上的大公子 夫人疯了以后 惦记的 也就是这点人和这点事了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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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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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这本《道德经》居然还在身上 这个是什么 这是冲销道长临走之前送我的 《道德经》 这字写的什么玩意儿 还不如我写的好看 这像是一只大山羊 像一片叶子 这像一只单腿站着的鸡 它为什么会给我这个东西啊 钝点 短数 钝点 向前 钝点 短数向后 钥匙而走 以一笛多 浮游阵 针法可以协议 招式可就很难用几条横道来说清楚了 难道 我 这个 这好像是 你看得懂吗 这上面的字我当然看得懂 只是这些图案是什么意思 这些图案是浮游阵 是内功 谨慎一点 弄错了可不是玩的 千万不能冲动 千万不能 我就小小的试一试能怎么样 反正照这么下去 不是被困死在华容 就是为了活命 给那疯婆子废了武功 不能再严重了 封府 经灵台 入命关 阿飞 你怎么了 我扶您过去 我的真情明明被封印住了 为什么 一点点的在往外冲 两股真情 比想再打架 别跑 闪开 闪开 三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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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吴家女沿着客船方向 往酒饭方向跑了 追 是 你这么着急找我有何事啊 我仔细想了想 好像有件事情很奇怪 什么事啊 刚才有个丫头 脸很生啊 仔细想了想 好像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个人 她会不会就是殿煞 他们在找的那个人啊 她人呢 我派她去裁缝铺了 公子 公子 你们又有什么事啊 好 就这个 去取吧 你快去啊 还在这磨磨蹭蹭什么呀 孟子 你看一看了 对手问脚 在这儿等你啊 和之前一样 我们的兄弟跟着跟着 就被引到偏僻的地方杀了 死法和之前也是一样的 三庄主 助公子有事禀报 三庄主 我府里有个丫鬟 看着眼神 像是你们要找那个人 现在人呢 管事婆子说了 他去彩虹铺了 管辰 在 带人请个人去一趟贼服吗 是 这边 掌柜的 衣服好了没有啊 我们夫人急着要呢 还差一点点 脆衣什么呀 别近 还没好呀 快了快了 常规的 我没急 后面后面 这东西我放这儿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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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材小子会儿 还有个人呢 里 里边 人呢 什么人 我 我 还拿衣服的人呢 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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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站住 别跑 别跑 放开 别跑 别跑 现在有人家把我引出地上 我知道了 一定是谢大哥 大爷前几日反复 给夫人多加点饭菜 他这几日 健身头不错 挺好吃的 还劳烦你给多加点饭菜 大爷 我就说 哪里抛进来的样头 看来后站有问题 我就看看你 我自己的心里 她是什么 说你 说你 对你 这 我们 我 的人家的 这不是客舍里那个 熊巴巴的小丫头 难道她就是地上要找的人 怎么少了一个丫头 起来 让你偷东西 不然 怎么啦 嘘 我看到了一个小头 夫人 这是宝山哪 来 谢公子 阿飞 阿飞在哪里 我们先走 一会儿和你说 站住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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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前辈 得罪了 他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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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急怒攻心 再加上断钱被给他输了真气 就成这样了 夫人 夫人 宝珊跑了 他不会跑去告密了吧 明白了 怎么办 此理不宜救了 前辈 我们先带阿飞告辞了 等等 李正让我来救你 你 宪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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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宗主 您赶紧去把他们抓了吧 我带你们去 这一次肯定是人的就在那儿 就在那里边 快 三宗主 诉够了 没人 人哪 报告三宗主 发现他们几个都踪迹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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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来 先坐下 端舅娘一个人难逆四手 我要赶紧用功疗伤 你帮我守一下 公子 白先生 公子 我向西门方向来找你们 你们果然在这儿 我已经按照您的谋划 吩咐人在东门赠粮了 好 你先坐我来 好 白先生 劳烦你带着吴小姐 设法从西门出去 这如何可以 就拜托白先生了 公子 你现在折杀我了 公子有命 在下不敢违抗 只是求公子记得 公子若有什么闪失 在下 无法跟我家殿下交代呀 我不走 我要跟阿斐在一起 吴小姐 你留在这里 只会让我们飞神 你放心 但凡我有一口气在 并不会让他有事的 蜘蛛 走 走 长命锁留下吧 你带着飞心 你是县衙里那个疯婆子 你是县衙里那个疯婆子 你才疯呢 不过 我看着你倒是挺眼熟的 谁啊 不过 你 你 你 就是当年和李锦荣 一起闯地霞山庄的 库戎手段救娘 地霞山庄 难怪我看你这么眼熟啊 当年在地霞山庄大战的时候 你是我的手下败将 被我踩在脚底下 叫我姐姐那个 是你吧 这么多年了 本以为双刀一剑枯戎手 已经在江湖上消失了 没想到 在这儿给了我 一血前耻的机会 太好了 那要看你 有没有这个本事 来呀 小弟弟 好冷 好冷 阿菲 你怎么样 好冷 阿菲 你没事吧 好热 又冷又热 怎么这么难受 你如今整个身子寒若冰苦 偏偏迈门出 又烈焰制考 正是体内争气交融的 关键时候 你 不要 有这么多人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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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二 二 一 二 二 一 二 来 来 你又不会使 拿把刀做什么呀 吓唬人吗 这刀 是我牵你的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应该没什么大碍了 虽然田内两股真气并未合二文一 但在道德经功法的帮助下 那股暴虐的枯荣真气 竟然慢慢安静下来 道德经 就是冲销道长给的那本 阿飞 阿飞 你不是说道德经有帮助吗 怎么又吐血了 我刚才吐完这口月血之后 我觉得我体内的内心 前所未有的风味 找我 放毒水 这欠三万的招数 杀了段九娘 上来 好 不知死活的臭丫头 我今天 定要向你讨个公道 来慰藉陈飞师兄 无家众人 还有屈死于你守的 四十八战师兄们 看你是找死 太好了 我跟李大哥斗了那么些年 没想到破学九世和空荣少 竟然有 融丸一体的一剑了 好 快救我 救我 快救我 上郎 阿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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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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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妃 如英灵在上 今日可高温 阿妃 阿妃 看来得尽快离开这里 东门赠粮制造混乱 再从西门出逃 你们这招声东击西 玩得不错吗 他是 你是 我认识你啊 我以为双刀一剑枯戎手 早已崛起江湖 不料 今日竟在这穷乡僻壤 有缘得见 姓甚 你 能死在我的手上 也算是你的荣幸啊 可惜呀 你疯了 你说什么 我本不想欺负一个疯子 怎么都说我疯啊 我 我疯了吗 我疯了吗 问你呢 我疯了吗 你们才疯了呢 罢了 今日 只要你们交出海天一色信物 我沈某可以 放你们一条生路 傻废话 看看到底 是谁放了谁 是谁 是谁 他 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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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谢公子 别管我 你快走 带过阿斐 阿斐 拿起你的刀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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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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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走 走 你打不住 楚楚 白先生 你们先走 秦公子 咱们一起走 白先生 你先带着吴小姐走 我们来断后 无论是生是死 我都陪着她 快走 走 别撿走 你 别动了 九娘 快跟我走 我带你回家见我外祖父 你卖下我了 你想这么不稳 还是让谢公子带你先走吧 我家可不随便让人进的 错过了我 可没人领你进门了啊 阿飞说得是 大夫人 今日便和我们回寨中 何必练战呢 你啊 跟你那外祖父一模一样 你们名门正派 后来是不是就会哄人呢 李征已经死了二十年了 你又想骗我 你 你终于醒了 不过啊 我就喜欢你骗我 你们俩先走 钱都等我 到时候 我传你孤容首 走 你疯了 你干吗点我血 我还有事情没处理完 带她走啊 邓夫人 走啊 邓夫人小心 邓九娘 我给你三天时间 三天之后你不来找我 这一辈子都别想进我家门了 就算你为了照顾姐姐的孩子 你也不用替她嫁入祝福 受这般罪呀 我又不是为了嫁她 我又不是为了嫁她 想把孩子带进她家 这样孩子就有名分了 我爹说 段姑娘难得有归宿 一定要分分光光地出嫁 这是家父临重前 让我送过来的 我爹中了连肾的剧毒 深入京落 回天伐书 原来李大哥是为了救我儿子的 是我害了李大哥 是我害了他 该死的地上 你要去哪儿 地下山庄 我们一起去 该来的还是来的 周飞 如今 你就是孤容真气唯一的传人 周飞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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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花脸色 荷叶在一笑 李大哥 拿好了 九娘 我会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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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寻找马丁走了 虽然调虎离山了 但估计骗不了他们多久 来 我用轻功带你走 看不出来啊 瘦得跟猴似的 还挺重的 你再说信不信我砍你 你砍啊 等我冲开穴道 算了算了 你还是不要再报 这让我报你也跑不远 他们还是很快会追上来的 顾不了那么多了 只能碰碰运气了 谢妹妹 你给我一盏茶的时间 让我冲开穴道 我们就不用再怕他们了 你确定 我确定 我确定 不好 你赶紧的啊 糟了 中计了 去 去 去 实在是冒昧了 吴小姐 你喝水 我去 白先生 阿飞他们怎么样了 端九娘舍命阻乱地杀 周姑娘和谢公子 也都已经逃出城了 但是 但是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端九娘的 那我们什么时候去建议阿飞他们呀 这些事你就先别管了 请姑娘在此稍后 等我的人联系上文将军 文将军自然会派兵护送你的 我先告辞了 谁造型 你真没事了 你也有像你那样没用啊 好好好 你厉害 你厉害 你受伤了 没事 有点皮外伤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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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大家 帮我包扎一下呗 你说 端九娘会去找我们吗 会 你一定会的 阿飞 你没事吧 可能是刚才 撞开穴道的时候耗尽了内力 我没事 阿飞 阿飞 道长 身体好些了吗 找着吃的了没有啊 不过是野骨 有点硬 我想回趟四十八站 跟姑姑禀报 你又要抛下频道不管了 你 道长你不是行动不便吗 怎么这么大力气啊 行动不便 我不能用轻功了 难道不算行动不便吗 你是练过功的人 这个你应该懂的 道长 我求求你了 你就让我回去吧 李公子 李公子 你对频道很重要 你说如果我万一遇到仇家了 他会庆功 我我又不能用轻功 那频道肯定会受伤啊 道长 你不会很自责吗 我不得展开 你不要弄到仇家了 那么口 你准备了吗 你干了吗 но 你还估论吗 我第一次 九娘 你怎么还在这儿 地下他们马上就要追来了 孤容手我练了一辈子了 只参透了孤 始终不明白什么是荣 你先跟我走吧 以后再慢慢想 直到见到你 我才发现 已经过了那么久 我一直活在以前的岁月里 你们新的一代人已经长成了 就像这花 一枯 总有一容 小心 小辈 丫头 你得让她继续上放下去 就是它 就是 üzerine